這個實驗是要觀察超聲波的干涉現象 在桌上的一邊放置了兩個超聲波發射器 兩個波源相距2.6cm,約是三個波長的長度 而兩個超聲波發射器同時接駁在一部信號發生器上 目的是令兩個發射器產生相同的頻率 在桌上的另一邊放置了一個超聲波接收器 以垂直距離來說,接收器在兩個發射器中間 即是間斜上11cm的位置 接收器與時波器相連 時波器上,波的震幅就是接收器在現在位置收到的合震幅 我們現在沿著間斜,首先向左,然後再向右推 看看時波器上波的震幅的轉變 波的震幅隨著手的推動,有規律地變大變小 當接收器的位置在商場干涉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的位置 即是間斜上的6.5cm 11cm 以及15.5cm 合震幅就等於兩個震幅之和 因為在這些位置上,兩聲波同上 而在雙消干涉,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的位置 即是間斜上的8.5cm 13.5cm 一列波的梳布,合好與另一列波的密布雙重合 合震幅等於0 在雙消干涉 在雙消干涉,在雙消干涉